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析的 当然是台湾的总统大选 而这个总统大选里面 最让国民党困扰的人物 其实不是柯文哲 更不是赖心得 也不是郭台铭 而是侯友宜 私底下很多国民党的人 都在问一个问题 侯老三有救吗 侯老三救得起来吗 那如果救不起来 有没有办法 就让他挡在前面 立委好看一点 然后甚至有人在问了 侯老三怎么会变成侯老四了 四侯爷能救吗 四侯爷能不能救 如果不能救 国民党会不会亡党了 甚至于有人开始开玩笑讲 根据我们台湾的选拔法 其实还有一个政党 他也有一张门票 时代力量在上次2020的选举 过了5%的门槛 他是7.7% 所以柯文哲有一张门票 时代力量也有一张门票 只是时代力量目前为止 没有人要参选总统 或是没有找到可以代表他们参选总统的人 所以如果时代力量也在继续参赛 那一个笑话就出来了 上市侯老三的时候 国民党吃了叫做老三便当 现在变成老四 因为有些媒体把郭台铭交进去 跟郭台铭在打麻花 有时候就输给郭台铭 侯老四 那变四海游龙 接下来如果时代力量再出来 那个人还真的有点站立的话 侯友宜会不会变成五花马了 这是国民党的困惧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国民党真正要面对的就是 侯友宜怎么会代表国民党 国民党是不是真的就要日暮昔山 一个百年政党 真的就是要有一个最后的晚隔了呢 如果你关心这个频道 请记得按赞和分享和订阅 谢谢大家 其实呢 说实话一点 今天我也不太想多谈 侯友宜的状况 已经讲了很多了 他太弱了 他太没有准备了 他太没有诚意了 你怎么会是跟韩国瑜见面 朱立伦硬把黄复兴的场子做给你 见面见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会是一个 这样跑来跑去问导游之后 同框就代表他们支持你 这么一个肤浅的对政治的一个认知 你怎么会是一个连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现况都讲不清楚 老师在教你的时候 特别提醒你千万不要谈核一 因为核一在2019年就已经除异了 里面当然为主体里面的本体 因为还有辐射的问题 要等着时间的把它库林荡下来 但是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发电设备 那些涡轮机 那些大型的机具 风力发电当然不能用 火力发电也是需要那些发电设备 早就拆了 你现在核一怎么重启呢 老师告诉你说 那几个台湾的核人专家 工程专家 千万不要提核一 你脑袋里只听了核一 最后讲了一个核一 你这样的一个素质 怎么去教呢 我喜欢讲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 天生英明 但是总是要学习的 一个老师在教一个学生 如果这个学生知职可以 又用功认真的话 马上有机会考91分 如果你自大无知 然后自以为自己很转 你就是交三次 顶多有只有19分 真正知优的人 也许自己看看书 就已经是可以考到更高分 那叫做名列前茅 你侯有余什么都不是 但是为什么什么都不是的人 会变成是国民党 曾经最强的母鸡 这个问题 出着问题不止在侯有余 还在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真的是 人才凋零凋毙 到了不可思议的状况 但是国民党 怎么会变成这样 人才凋零凋毙 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呢 其实真正的核心问题是 你要去想到的是 我们去看看黄土高原 我们小时候 都会读一点点中国的历史 我们也可以去看看 中亚 中东那边的西亚沙漠 其实还有埃及 四大文明祖国 大和文化 当初这几个国家 兴起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遍地荒芜 而是几次洪水洪灾 几次战争之后 土地被刷光了 地利没有了 所以就变成了荒芜一片 就像现在的黄土高原 那个可是中国文化 华夏文化的起源地 当初可是水草封面 埃及的那个时候 黎罗河 至少在埃及 撒哈拉 其实也曾经在 一万多年前 挖出来的证据里面 可能也水草封美 中亚的美索布达平原 土耳其那一带 还是农业 可能目前历史证据 考古证据里面 最早的地方 不是一片荒芜 就是你不断的冲刷之下 地的力量没有了 地利没有了 剩下的是沙利 这就是国民党 而国民党为什会变成这个状况 其实国民党现在还在非常傲慢的 认为说 国民党就是泱泱大党 国民党就是百年大甲 那个叫做自欺欺人 任不清楚现实 事实上 国民党自己被自己 刮掉的几乎都已经没有东西了 其实已经被几次洪水冲刷 只是国民党这些宫廷的权贵 还在做白日梦 远的不说 近的你会去看2014年 一个所谓的白色运动 白色力量太阳花 还有整个东西 一冲刷之后 国民党已经是有点掏空了 2016年莫名其妙的 更无一能四男儿 然后最后推个红袖柱 然后后面发现红袖柱 实在是跟你们国民党的核心理念 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然后太害怕了 又来换柱 换柱之后 朱立伦 你们国民党也不是真心的 就是挺了一个候选人 就全力下去 又出了个王儒玄事件 然后整个国民党继续崩解 2018年 寄希望一个 只是用舌头 好像很热闹 一个韩国瑜 结果选个总统 溃败惨败 因为看热闹可以 我们都很喜欢看一些 无厘头的电影 但是你说无厘头的电影 里面真的给你什么人生启发吗 里面这个无厘头的主角 你真的觉得 他让你当你的leader 你会跟着他 就会幸福美满吗 不会嘛 国民党这样的冲刷 就抽到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了 那国民党 怎么会造成这个结果呢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 国民党里面的人 其实不要去讲别人是米虫 国民党那些留在里面的权贵 都是饲料机 都没有战斗能力 都是在吃劳本长大的 而这个真正的核心根源 就是马英九 马英九金普冲 那个年代 因为马英九金普冲 最后的独生子 而这个最后的独生子 里面自私自利的 一是不沾锅 二是叫做一马当先 马首是瞻 全面的清刷 所以国民党早就没有培养人才 也没有历练人才 国民党早就毁了 什么叫做一马当先 什么叫做马首是瞻呢 其实永远去看国民党的历史 我一直是我个人对连战 有很多事情是有意见的 对他的家产 对于他的很多的态度 是有意见的 可是连战 在国民党 将蒋经国过世 李登辉和连战的那个时代 是他们有去帮国民党 储备未来 李登辉 是整个蒋经国 崔台青里面 佼佼者 领先者 而李登辉上来之后 也帮国民党 拉了一批台湾本土的一些精英 比如说肖万长 比如说江炳坤 台湾今天有这些财经 经贸上的 国际上的很多的空间 这些国贸帮 李登辉拉拔和信赖 是蛮重要的 而连战呢 连战当然可能就是 大家讲公子哥嘛 可是连战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连战是充分授权 让那些部会首长 真正当一个合格的民主国家 或者是我们宪法里面 部会首长该有的当当和责任 所以呢 你会看到的是 连战那个时候 大家都说连战没干事 那为什么没干事 又说他是八字好 因为没出事 因为交通部长 当时的刘兆玄 他的声望其实 比当年的法务部长还要高 马英九在当时连战内阁 只是第二名 第一名叫做刘兆玄 然后交通部长 他的交通专业 就让大批的交通官员 去家里处理 让信任 让刘兆玄在交通方面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有一些人想要 一些立法委员 一些财团想要伸手 刘兆玄拒绝 连战就相挺 这个叫做培养人才 那刘兆玄也就成有这个方法 训练成为独当一面 外交部的胡志强 也是独当一面 然后你去看看 所有的 包含现在的国民党的一切 每次请出来 到现在为了挺韩国语 挺侯友宜 又挺出了一些 我们在历史 你们年轻人在历史课本 在Google才找得到人 可是当初的时候 各个都是独当一面 独当一面的结果 各个都可以站起来 撑除半变天 但是马云九 在2008年拿回政权之后 马云九时代 有哪个部长 大家觉得像样的 有哪个部长 有哪个政务官 到现在为止站出来之后 大家记得出来 除了他的头衔之外 记得出来他干过什么事情 给台湾有帮助吗 连战在那个时代 有张启贤 连战在肖万长 张行政院长的时候 有个张启贤 齐美医院的传奇 有在我们的整个 连联合国 整个联合国 国际救难主司 当我们九二一大地震 来到台湾的时候 吓了一跳 全世界他们救灾 救这么多年 没有看过说 除了当场 在这地灾发生之时 不幸离难了之后 后面没有一个人死的 没有一个人在 震地震结束之后 没有获救的 那他们对台湾的力量 台湾的整个应变的 土木工程 交通运输 紧急救难 都充满了奇迹 而你马英九上来之后 有哪一个部长 政务官 大家除了记得名字之外 记得内斗之外 记得名字 因为马英九 就是国民党那种 一马当先 当初马英九 被称为国民党 最后的独争子 然后为了选举 马英九超级的自我感觉良好 加上旁边的形象管理师 金普通实时的帮他 主理这个问题 一马当先 最后整个国民党 只有团队里面 就只有一匹马 然后因为只有一匹马 其他都变驴 所以马首是瞻 国民党的长期以来 长期执政 从蒋经国时代 带着那一些 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精英专业官僚 所训练的人才 40来年累积 因为马英九的自私 一马当先 只能马首是瞻 彻底被摧毁了 所以彻底被摧毁之后 所以你会看到后面 我们就很问一个问题 你国民党不是号称 百年大党吗 不是人才挤一挤吗 应该人才挤一挤 是忽然挤来挤去 各个站出来都是人才 怎么摊出来之后 又是红秀柱 又是韩国瑜 又是红友宜 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人 因为统统在 没有历练 没有机会 不可能独当一面 你稍微冒出个头 就像打地鼠的电动玩游戏一样 就打下去 所以国民党自己找 就自己毁了 所以国民党今天 找到这个局面 其实救不救侯老三 已经不是重点了 因为侯老三也救不起来 但侯老三为什么救不起来 是因为你国民党的土壤太烂了 然后这种烂里面 还有一个状况是说 国民党其实是看不起人的 看不起你的血统的 看不起你的历练的 国民党的那些权贵 还是像殉亲的那些王爷一样 活在满清被推翻之后 孙中山给他优渥 让他们在紫荆城皇帝里面 关起来继续当皇帝 这就是国民党的权贵 而这权贵是看不起人的 而看不起人之后 就算你有选出一个党主席 都被看不起 所以江启臣太年轻 你看江启臣当党主席 虽然选上去的 国民党有谁鸟他 那朱立伦后来就想说 还至少他当过行政院副院长 至少当过新北市的市长 然后在整个 也在马英九时代 马力强并称 他要出来选党主席 那时候朱立伦有找我聊天 聊到最后的时候 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过去有错 你说马英九在那个年代 在陈水扁的时代 马英九是国民党最后的独生子 那现在 现在整个状况 在蔡英文时代 国民党已经变这样子了 我是不是算是 国民党下一个最后的独生子 我说错了 你是养子 你就像那个刘备里面的 那个刘锋 刘锋呢 虽然其实你去看历史 去看真正的三国志 刘锋其实蛮有领导能力的 刘锋的战力值 也不是像三国研印 显得这么差 但是 刘备没有生出流禅的时候 刘锋你就帮我去做一做 但是生出流禅子的时候 这个刘锋搞不好是 哈斗的威胁 立刻把刘锋 找个借口 利用官宇兵败 就把刘锋给杀了 朱立伦就是国民党的养子 所以你看他终于赢了党主席之后 战斗篮 攻斗篮 是怎么搞他的 搞到他威信全无 所以最后 正在这个情况之下 金普聪被视为是 救侯友宜最后的诸葛亮 那金普聪是不是诸葛亮 我不知道 但是 我们看到侯友宜的表现 真的觉得 安乐宫 永远就是安乐宫 谢谢大家